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不想干烧肉 这个是我在传统技术上改了的 因为传统它是烧 但我这个干烧用油烧 技术没了字的 为浓为厚就是达到 大师的菜加上的味 我是陈德菲 干烧干边的 我说是穿成肚子鱼制的 干烧它就是自然手指 你吃儿子叫香儿子 比较吃鸡香鸡 吃鱼香鱼 吃猪的就像猪的那个 它本身的香味也好 鱼也好 它都没有泡的 三下肉我们看就是有肥的 有瘦的 猪了以后定了形以后 再来烧了它这个形状就比较好看 生命的手术 它手术的恐怕七七八八 杂子形状都有 切成两厘米方正的块状 要加点底油 炒那个有一个介绍 在炒的过程中把它泡起来 它一直在翻 一直在翻 但是翻的过程中就是火会到了 它就 刚刚就趁这个瞬间观察到 就是这个瞬间就加一点水 这个瞬间是最标准的 我问他的时候 它叫化 叫化粥的 下个爆 香料 居家长远的 八角散来 香叶 简单几样 香味的重了 它没说大脑口的 这个姜还要重点 要过几倍 如果说姜有吃的 它就是越简单的操作 它不加各个的东西 就说从前就吃本味 最高级的 这样的大麻大了 等于现在稍微讲解了 它不懂得懂 皮子抱着有点稍微发嫩了 除了油脂油 然后我们就加冰糖下去炒 不能讨论了 如果说用油瘦的 很多传统的 它就用油水啊 或者用红酒啊 就是一般红色的这种概念 它香味的话 和酥味的话 就没那么香的 这个火候很小 慢慢慢慢过去 全部收拢 越小越好 嘴片都要两个小时一次 好像我们几乎没了字的 它本身的香味也好 鱼也好 它就没泡的 吃鸡香鸡 吃鱼香鱼 像猪子的叫 像猪子那个 我搞之前我一个 少个汤都少不来 刚开始学的时候 成长得快 几乎天天酥不得受 有理论的那些事情嘛 小老板几乎天天 天天在看书 不管雕刻也好啊 各方面也好 它随着享受 真正是随着享受 你随着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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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随着享受